周继国家杯开梯 巴西妓女准备上阵 今天2013年周继国家杯在巴西见幕 而周三里约热内卢也正式开始 为明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倒数济时 由于在巴西性交易合法 许多性工作者开始准备接应国际客人 甚至补习学英文 举办周继国家杯的城市之一 东南部大城美景士的信工作者协会 从三月起就开始免费的英语教学班 而这里的英语教学 主要是教导信工作者基本对话 以及重要的单字 虽然原先有三百多人报名 但是只有二十人左右固定参加 其中有些人认为 沟通能力在信服务相当重要 今天开幕的周继国家杯 预计会吸引四万名外国游客 不管会不会英文 这些信工作者除了靠关键字 大概还是要用很多的肢体语言来拉客